我希望政府能夠在起碼兩個問題上認真地考慮 第一個就是這個津貼額以後 如果只是用一個綜合消費物價指數來做調整的話 將會令到問題更加嚴重、更加惡化 這個可不可以去認真想想呢? 第二個問題就是剛才講到的那個 如果現在有主委女頭已經請了很多資深的老師的話 那個過渡期現在是兩年 過了兩年之後那些資深老師不會離開的 可不可以將這個過渡期可以延長它呢? 局方會不會覺得這兩個其實是問題 以及可不可以承諾認真去處理這兩個問題呢? 這兩個是一個政府或者教國我們必須要面對的問題 就是說將來究竟那個津貼那個調節 究竟是應該怎樣做呢? 是一個我們要去想的問題 當然我們有考慮過很多不同的方案 暫時我們還沒有決定 當然跟物價指數是其中一個我們有考慮過的方案 但是我們都會再去詳細些看下那個 影響究竟是怎樣呢? 而去做一個最後決定 以至於一個我們現在講的兩年的一個短期的津貼 我們都要再提一提 有了這個津貼之後 學校的普遍情況是怎樣? 每間學校即將會兩年之後 究竟又有些學校的情況是怎樣呢? 我們會適時再去想一下 需不需要再有其他的措施呢? 去幫這些學校的 這個我們是會仔細和認真去想的 好